竟然老师 张哥 张老师 现在是什么状态 现在就大家看到我的状态 耐人寻味啊 干妈来嘛 什么啊 跟大勋是第一次合作 但以前我们都认识 认识很久了 他绝对生物中就是一个喜剧办当 因为他本身就是北方演的客制 然后我也是北方人 就我们两个就完全是那种 扭动彼此的喜剧的点 他的出现 包括对于他演的角色 是一个会让我们有一些 更惊喜的一些 注意角色的部分 就是觉得可做起来 还是很开心的 场面二 场面三 爆料为大勋一件在剧组的搞笑事迹 或者是小癖好 我没什么搞笑的事迹 不是他 他一直都很搞笑 然后我是一个笑点特别低的人 所以跟他拍戏 我总是笑场 我现在特别想花钱 把那些花絮都买回来 真的笑得透槽牙都出来 就是他就是一个搞笑体质 到我问你了 这个更适合的开放就好了 我一定要按照稍微念吧 我不可以自由发挥 第一题 跟你一样啊 你对彼此的初印象 和现影印象分别是什么 我对蓝姐的初印象就是 就可能看了那个 你演习攻略吧 然后就觉得蓝姐 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一个 女孩 女孩 我觉得蓝姐是一个 特别爱笑的女孩 当然爱笑的女孩 运气一定不会太长 很尽力 完美 完美 不知道 场面四 来秦篮 家长员 好 家长员 好 恭喜秦篮 思路又完全跑偏了 来来来 男友力 为大兄第一吗 怎么了 我知道婚姻情感和事业 这事还不太一样 就是当你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你当然说我不想进入婚姻 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 但有一天你准备好了 未必能够会有我们的那个机会 像你说等到你 就没了 就等不到那个人了 你不知道 这是我特别恐惧的一点 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这样子 有可能啊 但我这样坚信一定可以遇到 我一直这样坚信 是一个特别正能量的一个人 不是 因为家庭是这样子的 我对家庭的观念是很保守的 我会觉得结婚就不要离婚 就不要分开 我不会觉得 我今天想结婚了 我就结婚了 我在结婚前我会想很多 因为我可能我是巨蟹座 心思比较敏感了 就是我会觉得 我觉得那我将来有孩子 我要想我要对孩子负责 就是我如果作为一个母亲 我相信我会是一个很好的母亲 我一定会对她负责任 那我要结婚 这个对象就是我会想很多 就她将来怎么样 我可能我都要跟她走到最后的一个人 我是需要给自己这样的内心的建设的 我不希望 因为自己一时冲动我结婚了 有一天不合适了 那再见吧 那我的家庭该怎么办 我还是希望 就是我的孩子能像我一样 我父母也是这样子 为了我能够很好的一个家庭 他们可能中途也会有很多磕磕磕磕 但我看他们都是这样牵着手走过来了 我希望我能够找到一个 即便是有可可败 即便有很多的问题 因为生活中不可能都是完美的 肯定会有很多瑕疵 但这个人也让我愿意 即便遇到瑕疵 我还愿意牵他手走 年龄的增长 比如说情感的问题 对你来说算是困扰吗 不算是困扰 因为是我最期待的事情 但是我不是一个 相信一见钟情的人 我一定要日久生情 我总是觉得一见钟情 有点见色起义 虽然很多的恋爱 就是应该见色起义 就是确实是有这种火花 但是可能因为我 我偏那种 就是巨蟹 有点保守 就一定要了解对方 然后我不会因为 对方的外在的东西 给予我多么绚丽的影响 而去喜欢或爱上一个人 一定是跟他相处的过程中 他的某个闪光点 要不是他价值观 要不是他世界观的东西 我会觉得 有闪光点的地方 这会觉得有难动吗 还好 就我会觉得 无论何时你都要相信有 就是相信相信的力量 厂面七 厂面八 现实生活中 您支持这样的婚恋观吗 现在没必要先婚后爱 现在都 我们的人们 都是如此的自由自在 爱自己所爱 能自己所能 我觉得 可能没有这种特别 特别属性 需要先婚后爱 其实爱不是说 就是结了婚 就是已经 就已经到了一种 就是不变的模式了 倒是我觉得 在婚姻里面 是需要违线爱的 因为我也不认为 婚姻就是爱情的字 很多人喜欢这样介遇 就是说结了婚之后 柴米油盐 还有很多事情 琐碎的事 而且很多女人觉得 就不像 恋爱那时候 那么浪漫了 但其实浪漫 不等于只有鲜花 浪漫不等于 只有约会 给你惊喜 浪漫是两个人 共同走过 朝朝暮暮 偶尔可以携手 看一下夕阳 可能哪一天早起一下 相反 看一下日出 我觉得浪漫 就是柴米油盐 浪漫就是 遇到生活所 所碎的时候 你还愿意牵着 她的手 明明知道 她有很多缺点 你还愿意拥抱她 我觉得这才是浪漫 现在是单身 把不起没多久就不睡了 确定挺受欢迎的嘛 那个节目 渴望啊 我觉得不要用框架 框的自己吧 情感和婚姻 我觉得爱情 其实这些都不重复 并不是说 有了婚姻就没有爱情 我觉得不管爱情 情感 婚姻 都需要去情形 都需要你多付出 我还是希望能够遇到你的 两个人十分包容到 就是 纯粹的爱你 纯粹的爱你 而不是我只爱你 爱我的样子 尤其是爱自己 所以 我还是希望能够 找到那个 就是 开明各方面都很对 想念十一 已经四十了 可能最大的危机 是不是觉得应该 找个人结婚生孩子啊 不然的话 是不是身体可能不像年轻的时候 那么 这可能是我 危机吧 就是在感情上面 我特别倔强 有的时候我比男的还刚 我也不会写撒娇两个字 以前就觉得 一定要浪漫啊 火花啊 千万万会觉得 两个人能够安静地待在一起 可能我觉得 这个对于我来讲 是 特别重要的 然后 彼此的那种爱是 你不用讲出来 都知道的 我不想勉强 先信吗 没有人这样评价过我 他们也不好意思说吧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 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 再见